明朝末年,船王李自成一行人打到开封府,在开封府城外扎营,属下对船王禀告说,船王啊,再不攻城,可就没有粮草了。 船王说,可是啊,开封府是个大臣,攻打起来死伤必多,还是等我潜入城里打探情况再说吧。 于是,李自成乔装成卖米的,进城里侦查。 在大街上,李自成听见民众在讨论着自己,有人说,听说船王长得红眉毛绿眼睛,又有人说,他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长,他见人就杀,就像割斗切瓜,十分可怕。 李自成听完心想,嗯,一定是那些贪官勿力造的谣,叫老百姓误会我。 于是,他就对民众说,我是刚从城外来的,你们大家所说的船王啊,我见过,他就和我长得一样,不是红眉毛绿眼睛。 而且啊,他会免了人民的税,还把财主的钱分给穷人。 百姓一听,欢喜地说,哇哦,真的吗?那我们要迎接船王进城,可是,船王要是晚上进城的话,万一走错了门,杀错了人怎么办? 李自成说,我有一个主意,大家在门前挂一个小灯笼,无论是黑夜或是白天,船王攻进城,见挂红灯笼的人家,就知道是穷苦人家,便不会杀错人了。 于是,这个消息,便在开封府城内,穷苦百姓家传开了。 李自成回到了营中,便向下属共济攻城之际,并吩咐下属,凡是挂有红灯笼的人家,绝不能去打扰。 果然,在闯王攻城时,对于挂有红灯笼的人家,都没有去打扰。 后来,人们为了敬念,闯王救了百姓,至今,人喜欢在喜庆的日子,特别是过年时,挂上红灯笼呢。 ,绝不能去打扰。